我是一個熱愛運動的婦產科醫師 時常迎接新生兒的爽朗哭聲 在推廣孕婦運動的路上 懷著無限夢想,努力前進 我是烏烏醫師,與你分享我的女力獎堂 請兩位參加SB一生長 想要問一個 娃娃有因為肚子越來越大 然後慢慢降你的訓練強度嗎 會降到什麼程度OK 比如說百分之60或是百分之50 你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建議就是不可以舉得鼻翼失蹤 你不可以舉得鼻翼失蹤嗎 再大聲一點 再大聲一點 就不可以舉得鼻翼失蹤 強度方面的話 前三個月影響比較大 身體的改變前期算蠻劇烈的 後期的話跟健進式超負荷一樣 雖然說肚子越來越大 但其實你的身體也會慢慢適應這個改變 就是這個時候是不適合挑戰PR嗎 我覺得不太適合挑戰 那你都大概抓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現在的訓練強度 還是可以維持在運前的八成 沒有問題 那當然你要夠熟悉你的身體狀況 然後不要勉強 當天就是開始訓練的熱身狀況覺得不太好的話 我那天可能強度就會降低啊 或甚至就乾脆休息不練去吃東西 對 懷孕就是大概分三個階段 第一孕期的時候有些人會 因為荷爾蒙關係其實強度自己就會打很多折扣 到了中期慢慢適應這個懷孕的荷爾蒙變化之後 強度可以拉高 但是我是不建議去挑戰自己的大重量或是PR 挑戰自己其實就是會去突破你自己的界線 就很容易受傷啊 累積太多疲勞跟痠痛 那運期這些疲勞痠痛都會退的比較慢 但是強度可以拿捏到哪 大概六成到八成左右 那到最後一個運期其實 因為肚子越來越大了 其實身體就會告訴你 好像不要不行了 所以就會慢慢慢慢慢慢減低這個重量 所以我覺得其實規律訓練也是很重要 很多孕婦在日常生活中跌倒啊 他們其實跟我說就是 他覺得自己應該不會跌倒的狀況 就是自我本體感覺變得很差 哈哈哈哈 半功 動作幅度會開始受限 動作幅度會開始受限 運期的時候我整個訓練動作幾乎都是以向上為主 不要跌到體力的狀況 孕婦就是 他的關節活動度大 但是身體的結構改變有限制 就是跟我們的飲法族一樣 所以 我會建議還是要 你在帶你孕婦的學員的時候 大概有哪些要點會注意 肚子越來越大平躺會比較不舒服 而且長者坐起來的時候會頭暈 對 像一些爬高爬低啊 遺挺向上這些動作也會盡量比 所以其實在孕婦訓練的時候 一個要點就是說 四個月後因為子宮越來越大 壓迫到下半身的血液循環 所以平躺或是姿勢過久 學員都很容易頭暈眼花 就算孕婦自己覺得可以 其實旁邊的人都會看著膽戰心急 怕得要命 對 萬萬的女產性是幾個 八個二四 二四 八個二四 然後二四 好 原醫生在 高麗原在 你聽過最扯的整間女生 最近一個就是說不能摸肚子 會期待繞緊 可以就是肩推嗎 就是這樣會扯到期待 那我可以問一個嗎 前幾天在那個YouTube看到一個品種 他也是婦產科醫師 他就是說孕婦最好是左側睡 這我可以接受 然後就是說 右側睡比較容易壓迫到 他說正睡的話 他也有容易自食 應該是說正睡的時候 血流比較容易激在下半身 回不來 所以會很容易喘或受不了 那怎麼可能自食 因為你一個人睡覺的時候 一定都是翻來翻去啊 對 然後如果是胎位不正的人 用脫腹袋就會說 你就是一直用脫腹袋 所以小孩偷才下不來 找不到 欸 那脫腹袋什麼回事而用 有些人他是因為 齒骨連合分離 所以他要把肚子稍微拖上去 讓他不要壓迫在齒骨上 但是我覺得使用脫腹袋的重點 就是說 他的寬度不要限制你寬關節活動 就如果你都卡到這邊 你腳根本抬不起來 其實有時候反而更容易讓你 就代償到腰 不是要把肚子整個hold起來 是要讓他遠離吃骨 讓他不要吃骨那麼不舒服 剛才邱哥提到說 一個完全沒有接觸健身的人 然後他直接看那種 舉那麼重的東西 是不是會很危險 孕婦就跟聽法族很像嘛 那我們今天以一個新手的身份去看他 那一開始我們都一定會 事先從動作控制 護視呼吸啊 然後我覺得 你不用一開始就像很強的腳步 也不可能 那你只要初步引導他 使用正確的發力姿勢 就可以改善他的日常生活 就算是一般的上班族 都很喜歡彎腰駝 然後彎腰撿東西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 很重要心理層面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是很新奇 很有趣 要花很多心力去控制你的動作 所以很多孕婦都跟我回饋說 開始練之後 他就比較不會胡思亂想 因為就覺得 有一個很新奇的事情 他可以體驗 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有沒有推薦 就是 推薦的運動 推薦運動 其實最喜歡講的就是 孕婦瑜伽 注意因為活動度比較大 所以不要過度的拉伸 那再來就是游泳 因為游泳的時候 福利的關係 身體就會比較輕鬆 有一個很浪漫的說法 就會覺得 小孩在我肚子游泳 然後我也在游泳那樣子 那我現在也有一些媽媽 是在跳芭蕾舞 那芭蕾舞其實有一個說法 我也覺得 滿溫馨的 就是 芭蕾舞需要單腳支撐 你只要懷孕的時候 繼續練習 因為你小孩就是變負重 所以你生完你的表現 其實會更好 所以他們芭蕾舞 就會覺得 這種機會一定要把握 有一個朋友在底下輪 他原本就在騎腳踏車 他懷孕了 他不敢騎腳踏車 他能不能騎腳踏車 可以啊 孕婦騎飛輪非常好 他可以改成室內的飛輪 唯一一件事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都會調那個阻力強度 有時候會 好勝心強 就調很重 那因為孕婦那個心肺調節 比較差一點 他忽然過了那個點 下車的時候就會非常暈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孕婦還是要適時地放過自己 因為我覺得孕婦運動這個 醫事重量可是先生 就是另一半更重要 長輩對於我在懷孕之後 還繼續重訓前面是 滿排斥的 一定是滿排斥的 當然對 這是世代的問題嘛 但是老公他願意當那個擋箭牌 那除了當擋箭牌之外 他還願意說服長輩 其實孕婦運動這件事是很安心的 而且是對母子母女都是非常幫忙 他也會跟長輩分享 真的啦 所以我一直覺得孕婦運動 我一定是站在後緣的角色 給大家專業支持 可是我覺得 第一線要擋在孕婦前面那個 因為外界很多雜音的那個角色 一定是另一半 那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 就是你必須要對這件事情是有信心的 然後你知道他是安全的 你才有辦法不被其他三個阻止 就是希望我可以 有一群強壯的孕婦跟我一起練 我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很浮誇 但是其實真的是因為有巫醫師我才 提高我生小孩的意願 推廣孕婦這件事情在台灣目前來講 我相信你一定會遇到很多組 但是你要相信就是你也幫助很多人 願意去生孩子 我覺得你對台灣的生育有一定的貢獻 對不對 希望我也可以僅有自身的經驗來 就是跟你一起推廣孕婦運動這件事情 希望有一天不用再推廣孕婦運動了 而是大家你一懷孕 大家全部都能告訴你說 你現在要懷孕了 你要當一個強壯的女人 你現在就一定要幫你 那我要跟娃娃講就是說 當然我知道我的病人都很信任我 然後很謝謝我 可是我更應該要感謝你們 因為我自己雖然皆生無數 但是我畢竟沒有自己懷孕生產過 我的知識都是在你們身上觀察到 去印證在我買那些書看那些書 跟國外資料 就是謝謝你們願意相信我 就是陪我一起推廣這件事情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對女生很重要 那我們不是為了耍帥或是標新利益 只是希望可以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要被舊的迷思跟不科學的東西綁架 接下來快要生產了 你生產我不擔心因為有我在 但是後面當小孩生出來之後 我可以給你的幫忙就是會越來越少 因為是新的事情新的挑戰 那我希望就是 就是 可以就是不要放棄 即使當了媽媽不要放棄 你自己還是永遠是一個女人 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即使角色再轉換就是 我會永遠都在會陪你們 即使不能給你實際上的育兒的指導 就是心理的支持一定在 那我們可以輕鬆一下嗎 好 那幫我眼淚擦一下 好 姐妹花嗎 姐妹花嗎 那許是姐姐妳要說清楚 但是妳也要亂宿母嗎 希望各位女生就是不要怕懷孕 但是我還是覺得一定要運動 那我們很高興就是今天 我要幫我們分享這麼多 這麼感性然後使用的內容 這個節目的初衷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所有女生就是不要再被這些傳統的迷思綁架 因為懷孕被迫放棄自我 即使懷孕妳永遠就是還是妳 自己 對 希望就是妳生產順利之後 可以再來回來跟我們分享妳長後運動 跟回歸的心路歷程 沒問題 我要加油 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